嘿,我是阿图,提前两个多月发布采访杨玉玲教授的消息,终于来对选承诺的汉语教学博主。 几个月前的某一天,我偶然收到来自杨玉玲教授YouTube频道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当下就决定发送邀请并策划大家即将看到的采访视频。 在与杨教授交流的过程中,无论是文字信息还是视频对话,我都可以切身感受到一个极具魅力的经验教师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 他非常的真实,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给新老师的建议,他都会毫无保留地用最实在的方法来传达他的感受和想法。 第二点,他非常耐心倾听,并且非常的具有亲和力。 在视频采访前,我其实很担心,由于自己经验不足,想法层次不够,在专业学者面前扳门懦夫。 实际上,在正式录制视频前的短暂交谈中,他的随和和亲切感让我突然就放松下来, 预计25到30分钟的采访在随便聊聊的氛围里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而且在我们的采访前和采访后,杨教授都有其他的工作行程安排,甚至还要飞往外地开会。 也许这就是采访中他不断强调的热爱的力量吧。 第三点,他会不令夸赞。 作为老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给予肯定和鼓励,会让对方更有自信地表达情绪和观点。 在与杨教授的交流中,他会第一时间认可我的观点,再循序渐进地说出他的想法。 这也让我在非常自在的状态下,进行这两个小时的对话。 总的来说,外地老沙图频道非常幸运,可以采访到业界知名学者杨玉林教授。 整个采访过程中,杨教授主要回答了11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其中包括汉硕、汉博、沉浸式教育、教学资源网站、语法教学、新老师常犯错误等等的内容。 为了不过多删减对话的内容,这次的采访会整合成3到4期的视频。 在北京时间每周六晚上8点,公布在YouTube、Bilibili和新浪微博。 文字版采访稿会在次日,也就是周日发布在同名微信公众号外地老沙图。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即将发布的第一期视频吧。